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事件也发生在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大家可能对这个州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是它的中心城市 相信常关注时事的老铁们一定不陌生 那就是费城 据传 美国在这座城市客 做了不少的奇幻的实验 最著名的莫过于费城实验了 但今天我们不说它 以后有机会的话 中二再讲给大家 1979年3月28日凌晨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 东南16千米处的三英里岛核电站 2号反应堆发生的一次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 事故导致电站周围 80千米范围内 生态环境受到污染 这是人类发展核电以后 首次引起失人注目的核电站事故 事故起因于一台积水泵跳闸 导致的蒸汽发生气 二次侧积水中断 由此引起反应堆冷却水温度升高 时一回路压力上升 顶开了稳压气顶部的泄压阀 蒸汽河水通过泄压管道流出 当压力下降到原先整定的复位压力时 泄压阀失灵卡住未能关闭 此时两台高压注入泵自动启动 并向反应堆冷却系系统注水 由于运行人员判断失误 关掉了一台泵并减少了另一台泵流量 造成反应堆失水 在反应堆冷却系统中开始形成气泡 上午4时11分水流入了安全可打厅的存水槽 5时以后不久 由于冷却水已沸腾 四台主冷却系泵开始震动 运行人员又先后将这四台泵停运 停止了冷却水通过堆心的强迫流动 直到6时22分才将泄压阀前的截止阀关上 失水是停止了 并且压力开始上升 但损坏仍在继续中 8时26分 运行人员重新投入高压注入等 大约到10时30分 堆心才重新完全淹没 在反应堆开始失水以后 安全壳内浮罩水平开始增高 6时30分以后 电厂内一些区域浮罩水平也增高 70以后 电站进入全面紧急状态 下午1时50分 发生了一次氢气爆炸 在随后几天内 由于信息的混乱和看法不一 对要采取的应急行动 达不成一致意见 整个事故一直延续到4月2日早晨才宣告得到控制 4月4日才取消所有的戒严令 而到4月27日才重新建立稳定条件 事故后的去屋工作 于1979年4月开始 1982年开始着手拆除损坏的反应堆 1987年初完成 之后又执行一项将拆下的放射性被弃材监测存放的计划 两年后把拆下的废物运离场址 并对放射性废水进行最终处置 三英里岛事故中 有三名工作人员 因在事故期间 进入辅助厂房受到过量照射 他们所受计量分别是3.9 4.1和4.3雷姆 对三英里岛事故后的浮照量 美国和管理委员会 在1981年3月预计 将会造成2000到8000人雷姆的职业照射 而于1984年10月又修订为13000到46000人雷姆的职业照射 表二列出了在事故后几年工作中所造成的职业照射剂量 对公众的照射 估计在事故的应急期间 3月27日至4月7日 电厂附近50英里范围内所受到的集体剂量 约为3300人雷姆 个人平均剂量全身为1.5毫雷姆 厂外任何个人最大剂量 估计会小于100毫雷姆 在此以后 虽仍有气态放射性释放 但对公众造成的影响很小 估计1981年和1982年所造成的集体剂量 只分别为0.22和0.59人雷姆 这次事故是世界上第一例 核电战意外事故 此次事故虽然没有切尔诺贝利核电战事件 和日本普岛核电战事件严重 但是对环境的污染是巨大的 受影响群众也是众多的 而且也暴露了当时核电战工程安全应急方面存在的巨大漏洞 就在当下 核电战工程 仍然不是人类所能掌握的 稍有不慎 还是会分分钟让人类灭亡 明日 日本普岛核泄漏事故 中二继续为您讲 核电战工程的当中隐藏的重大安全隐患